來 我們來歡迎王子出場 你看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王子出場 你這個招式是飯糰對不對 沒有啦 是房子 厲害耶 好 我每次碰到房仲人員 我都會好奇地問一下 最近 房市的狀態如何 好不好 房市的不錯 不過還是要看個人努力 那您的房市的狀況是 還OK 你從事這個行業多久了 剛好下個月兩年 那你有高低起伏嗎 一開始一定是比較 不是很進入的狀況 然後之後是一直往上 還是有上上下下 其實做業務多多少是上上下下 起伏伏 不過就是自己要克服自己的低潮 人生總是會有另外一個成就出現 來 到這邊 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是啊 來 請自我介紹 請 各位公主好 我是新凱 身高170 體重65公斤 巨蟹座 B型 那我的個性是還滿活潑外向 那水河也滿主動的 那我的 理想中的婚禮的話 會是一個在漂亮的沙灘上面 例如像馬祖有一個沙灘 是沿著機場跑道無限蔓延 白色的沙灘 那它在夕陽落下的時候 它會變成金黃色的 我們可以在那時候舉行儀式 看飛機的起降 最後在星光滿天的狀況下 我們就吃著Buffet 然後天邊起舞聽音樂 這是我的理想 它形容得很好耶 所以那是跑道的盡頭是不是 沙灘就沿著跑道 會不會影響飛安 不會不會 因為高低有落差 好啦 來 看看它的小卡片 來 讓我瞧瞧 請問一下 為什麼是這位女孩 因為她的眼睛很漂亮 那氣質的話非常的平易寄人 但是又很善良溫柔的感覺 又形容得很多耶 她越人無數 一下可以看出這麼多內容 來來喔 不容易 好的 那我們來問問看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的 要不來猜一下 出乎我意料之外 小淳 哈囉 王子你好 因為我比較喜歡陽光型的 所以我覺得王子比較斯穩 斯穩一點 對 你說長相是不是 對 就是外調 因為我覺得個性它滿陽光的 對啊 個性OK 陽光沒問題 來問問亮燈的朋友好了 來亮燈 今天地板內還沒說話 其實我對房仲 其實有一點小疙瘩 但是因為他是淡江的學長 所以我就 學長 學長亮個燈支持一下 你好 為什麼跟房仲有一點小疙瘩 是因為之前有一些購物的問題嗎 因為不是啦 就因為前男友是 對 然後就時間上面 其實我覺得房仲好像有點忙 這個問題提出 來 請問一下 工作狀況 有沒有時間跟女朋友約會 我認為房仲工作是很忙 然後也很臨時性沒錯 可是做業務 真的就是要安排自己的時間 那像我其實會來這邊錄影 我也是希望安排時間給我的下一位 另一拜 對 對 是當然的 所以我覺得 時間我會為你喬出時間來 來 凜凜 房仲你好 我覺得你就是長相很斯文 然後乾乾淨淨的 對 然後你剛剛講的那個婚禮 讓我很嚮往 所以我再給你 你我也想去 我也想去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可以一起先去看看 講得好 開口約啦 不要說好 我們試試看 先去看看嘛 對不對 我們去看看 來 我們也先來看看 王子的生活 下班後 我喜歡到附近的公園慢跑 因為慢跑可以釋放我的工作壓力 也可以鍛鍊我的身體 還能夠訓練我的意志力 放假時 我喜歡到外地找我的朋友 透過在地人的腳步 體驗不一樣的在地生活 跑遍各種私密的經典 讓我和我的朋友 感情能夠更好 另外 我也經常參加公司的志工活動 有時是在上圈裡 掃垃圾 做工藝 有時是到鄉村裡 為農夫 耕種田地 參加這些志工活動 都讓我感到身心裡無比的充實 我喜歡善良體貼的女生 希望你也為我留盞燈 讓我為你創造甜蜜幸福 好 高 王子 有沒有看到哪一盞燈滅掉 讓你想要提出問題 小六 小六 為什麼聶燈呢 王子你好 就是剛才聽你說你的工作是業務性質 那就代表你其實可以 就你還滿活潑的 就跟人還滿容易親近的 對 可是因為王子比較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不是他喜歡的類型 對 比較沒有來點 好 那現在兩盞燈 哇 又有條啊 一條 對啊 又有一個條 這位真的是好累 來 小玲還沒有提出問題對不對 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從事業務性質的工作 所以我剛剛有聽到你說 你從事房仲大概快兩年了 那其實對於業務來說 兩年是一個門檻 就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那我覺得 你的影片剛剛有提到志工 我本身很喜歡服務 所以就會為你留燈 謝謝 工作性質一樣 能夠體會 平常也在做志工 來 你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啊 還有沒有 要不問他戶外運動啊什麼的 對 我想要看一下他的生活跟運動 生活跟運動 如果說運動的部分 大部分是慢跑比較多 那生活其實 滿喜歡去聽演唱會 或偶爾我也會為自己下廚 因為我以前當兵是火防兵 OK 會煮一桌菜不是問題 好厲害喔 好 好的 各位 其實各位也只有兩位 對 要注意了喔 來啦 問一下 誰推薦你 我的堂姐 堂姐 為什麼會找堂姐呢 因為 她跟你很親嗎 對 雖然親戚當中 比較親近的 所以從小一起長大 很了解你 比較了解我 沒錯 OK 好 堂姐年輕人應該沒有問題 王子的推薦 請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欣凱的堂姐 那我認識的欣凱呢 他從小就是一個 湖泊開朗的男孩 然後他不管是對朋友 家人情人 他都會充滿他的笑容與熱情 然後他就是一個 充滿正面能量的男生 另外他也是一個善於傾聽 然後也願意分享他心得的男孩 如果說你喜歡 可以當朋友 又可以當情人的男生 請為他留閃燈吧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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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這個男生很不錯啦 真的很為你 而且目測喔 這兩個女生跟男生 好像都 有一點點 好像感覺還不錯耶 搭配的感覺喔 還是三個一起去約會好了 沒有啦 換笑的啦 三個一起去約會吧 不行啦 那Ending要改一下 還是要選一個 好 剩下 玲玲跟小玲 先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是的 讓王子多了解一下 來 玲玲開始 王子你好 我是叫玲玲 然後我155公分 46公斤 那我現在是安慶班的主角老師 對 那我平常就是 就看你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好像你很喜歡去戶外走動 然後就覺得還不錯 對 好 來 小玲 王子你好 我是小玲 我158公分 46公斤 那我目前從事保險業務 然後我剛剛有聽到表姐 唐姐說你很 就是會傾聽 就是別人的心事這樣 那因為我本身其實還蠻愛哭的 就需要人家安慰 對 然後我覺得 需要一個垃圾桶對不對 對 然後她剛有提到說你很正面 那我覺得這一個 對業務來說非常的重要 好了 好的 現在該王子提出問題了 是的 請說 想問公主 是說如果今天早上起床 一直到你出門的這段期間當中 你會經歷什麼過程 會做什麼事情 那大概都會花多少的時間 來 請 你別說 應該是說我就是出門就是 如果上班不需要化妝的話 其實我都還蠻快思的 那其實五分鐘就夠我出門 就是刷洗臉然後穿衣服 然後我就可以出門 起床五分鐘之後就可以出門了 對 就是應該沒有到五分鐘那麼快 就是很快就對了 對 對不對 小玲呢 我平常早上七點起床 那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七點到七點半 會跟教會的朋友讀經 然後七點半到八點會 就是刷牙穿衣服 然後差不多八點出門 因為我平常上班其實就是 沒有太華麗啦 就是比較素顏 素淡妝這樣子 然後八點騎摩車出門 差不多到公司大概八點半以前 他們都講得其實還蠻詳盡的 對啊 所以得 可以了 明白 王子的決定請開始 GO 好開心喔 你很驚訝 來問一下 我們這個門柱的問題解決了 沒關係 還是有機會的 大家都有機會先問一下 王子為何做這個選擇 跟答案有關係嗎 有 因為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通常是我一天當中 最不喜歡講話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快速 然後就可以出門 不管是要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時間慢一點沒關係 但是我比較習慣安靜 安靜的時候 不然其實我平常很吵鬧 所以早上的時候其實是 他在他家你在你家 這有什麼關係呢 不一定要有的會通電話 你幹嘛啊 搞不好他們以後就 我喜歡猜穿人家嘛 我討厭耶你 好 煩耶你 好 你那邊笑那麼開箱 那麼大聲 你也喜歡聽人家猜穿人家 你也喜歡猜穿啊 好 來 問問女生 喜歡男生什麼 就是從一開始的印象 然後一直到後面 其實不管是第一印象啊 還是戶外活動 對 然後整個感覺就都還不錯 對 印象不錯那還怎麼好說呢 恭喜兩位 在一起去約會吧 你很壞耶 有嗎 你幹嘛拆穿人家 快看別人 是我的責任跟任務啊 什麼爛任務啊 是我的義務啊 什麼爛任務啊 什麼爛任務 很高興是玲玲也選擇我 那後來我覺得她看起來是一個 平穩白皙 那平易近人的女孩 那我覺得這樣的女孩其實 我很樂意帶著她 一起到四處去走走 那增加兩個人的感情 那希望我們以後有更多機會 可以去認識彼此 讓他們走 好囉 來 我們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任務確認 任務開始 尋找目標 青春少女 不是她 陽光行然 也不是她 就是她 任務完成 希望客戶會滿意 大家好 我是呂正宏 我不是一個狙擊手 我是一位外籍勞工仲介 幫助客戶找到他們最需要的外籍員工 是我的使命 並且負責溝通與協調的工作 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因為已經鎖定你 鎖定你 這個跟 雖然不是跟所有的人有關係 可是有很大的一個階層 會跟這些外籍勞工發生的 尤其 尤其 尤其是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很需要這些外籍勞工的幫忙 而且這個高齡化社會的勞工關係之外 好像還有一些大型的工廠 對… 加工區 來 我們來看看這位為外勞服務的朋友 請她出場 歡迎 歡迎